我先進去 Hello 歡迎來到我的的別墅 我進來先 這裡整個別墅有195個Sq.m. 因為別墅是港地的 整塊地有81個蛙 大約4個 三千多呎 整棟建築有千多呎 我首先介紹我的書房給大家看 這個書房其實說是書房 其實是Multi Function Room 因為你甚至可以擺一個床 客房 你可以做客房的 外面有一個薯泡牆 因為這塊地都是草地 你喜歡用來怎樣設計都可以 是一個花園的部分 但已經有蓋子 外面一會兒高村可以再拍 剛才我坐在客廳 飯廳 然後就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位 外面其實那裡還有一個實體的廚房 所以說你真的要煮油煙東西的時候 你就進去煮囉 我這條樓梯很闊的 你看看 我真的整個人這樣都可以 對喔 對嗎 我覺得是比正常的特別闊 這個樓梯 首先這裏有第一個房間 你看到它暫時放了一個單人床 但其實你要放雙人床是可以的 因為你看單人床已經可以三邊落床了 然後你看到都很開揚 有不同的窗 兩邊窗 然後還有一個衣櫃 已經可以這麼大的衣櫃 我沒有真正來視察過環境 我想問這個是屬於細房的 這個是你說這間房 這間房是屬於細房 而這一個職位是屬於一個中尺寸的席 這裏有三間房 另外下面有四間房 你看這個已經是一個雙人房 這樣 在這裡有空閃 你看到圓景 圓南景 很舒服 如果在這裡讀書 要想想一些靈感 思考人生的樓梯 思考人生 還有它這些位置全部是很闊落的 不是只有一條走廊 這個三間的尺寸 還有一個高度就非常多 就是你想要多高度 接著我們再去賣主人房 這個房間 好棒 因為主人房是超大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除了這邊的空間 就是一個房間的空間之外 高村你可以計劃回去那邊 接著再進來 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哇 是不是很大呢 很貴 你看高村進去 咦這層有兩個洗手間 因為是主人房 是套房來的 主人房 然後主人房還有一個露台 我們可以出去看看 你會對著 其實去直接這間屋 就已經對著一個會所 那為什麼我要 focus 就是這麼focus 說這一間屋呢 因為這個房總 現在已經賣剩這一間 連賣傢俬 連賣裝修的這一間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你想買有沒有其他位 可以選這個房總 抱歉 就是這一間 不要緊 還有其他房間 但是這一間 已經包含了這個裝修 所以大家認真要看看 喜不喜歡這個裝修 所有東西都包好了 喂 為什麼 遊完我的花園 是不是覺得都不錯呢 當然了 是我的花園 這個花園就不是很大的 你想怎樣啊 大哥 你真的越來越要求高 這個樓盤叫什麼呢 我好像這麼久都沒解釋 這個樓盤是一個 在清邁很出名的發展商 發展商叫Ansiri 然後這個樓盤叫Habitat 這個是一個House型的樓盤 想知道多些details的話 記得可以來WhatsApp 問我們查詢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是Gloria 你現在看的是什麼呢 旗艦店海外房地產 記得讚好 多謝大家 如果有機會想看其他details 是我們其他影片都可以看到的 好啦 下集見 拜拜 拜拜 Coronavirus 還走 不可以 快來 OS 我們